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的节目 我是石头 人之初性本善 这是老话 现在人不干 人之初性本恶 这是现在人共识 为什么 两个层面 人之初性本善 指人的灵魂 人之初性本恶 指人的这块肉 对吧 男女结合生了孩子 每一个人都这么来 当人们盯在这点上的时候 无论乱来的什么样都算一起 但男女结合只能是一男一女 生命的形式 造成他 以最极端的相互占有的方式 产生新的生命 最极端相互占有的方式 他必然是恶 没错吧 什么三屁八屁 爱几屁几屁 那都是跟牲口一样 比牲口还牲口 你什么时候也没见过狗猫 三屁八屁的 对不对 人堕落了 就那样 其实他为什么说连畜生都不如了 他是魔鬼 鬼类 跟大家解释过 我说你看那个有些 女孩乱来的 那脸 肉皮里头出来都是 就像那个 打银机那碳粉一样的黑 真的就这样 而人之书性本善 指人的灵魂 夫妻两人千年修德共枕绵 两人有一千年的缘分 才能今天成为夫妻 那两人一千年的缘分 是指什么 人的灵魂了 脱生成一个人 你的灵魂得有足够的德性 才是允许你脱生成一个人 人 心自投生一把刀 这是人们通说的 心自投生一把刀 是指人之初性文 恶 用人心去忍耐 在相当程度上 是因为你对自己没有信心 而真正的人 我能够理解的 就像我朋友说 涛哥你讲讲你自己修炼的体会 一个人 当他做不到真实的时候 他无善可言 这是我能理解的啊 咱先说好了 这是我现在能够理解 一个人做不到真实的时候 他无善可言 根本不是一个善辈 善良之辈 礼貌 在相当程度上 是虚假的欺骗 在今天的环境中 人本该礼貌 但利用礼貌 而成为手段 生存的手段 就是有着邪恶之嫌 不真实 不能做到真 就不是一个善良之辈 当不是一个善良之辈的时候 他又何从谈到忍耐呢 相反 做到真实的人 他就自然生命表现出善良 因为一个真实的人 他自然不会去伤害别人 在他的行为中 自然不会伤害别人 你记住 这一切都是自然的 而当他自然的不去伤害别人的时候 遇到某些苦难的时候 某些事情的时候 为什么叫忍心自头上一把刀 去掉忍肉体所带的人心 成为佛 成为更高境界的生命的境界的表现 所以心自头上一把刀 不是你滴滴见血 而是生命境界的升华过程中 他能够去掉那些贪婪之心 邪恶之心 占有之心 淫荡之心 他的境界就上来了 所以他当走到那一步的时候 这个人走到哪 被人称为有一种无形的慈悲的感受 生命的境界 去掉人心 方见慈悲 慈悲一词是在佛家里说的 不是人的话 人只能说是善良 善良的很大的原因 你不占有别人的东西 不占有别人的东西 他不就要忍耐 他不就是一种真实的表现 所以现在的人就那个了 我觉得就说 人之初性本善 还是人之初性本恶 一个不相信自己灵魂 相信自己是猴变的时候 他一定说 人之初性本恶 他必然被这种恶所虐杀 渊源相报何事了 就来自于此地 但报应是理当所然的 那我们看到最新的一篇报道 省级官员被斩杀 文章题目这么说 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 成为了终身监禁的第一官 现年70岁的白恩培 在今年6月份受损 当庭承认受贿 2.47亿元人民币 10月9号 那安阳的中级法院宣布 白恩培死缓 欺满依法减刑为无期徒刑 但终身监禁 不得减刑 不得假释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死缓之后改为无期徒刑 不得减刑 假释的制度 是去年8月份 中国刑法修正案 新设的制度 中国媒体讲 那白恩培成为了终身监禁第一官 这是在树立完善司法制度本身 第一 第二 在准备消掉 就是免除掉死刑犯的做法 往前走了一步 如果习近平在过程中 把任何一个贪官杀了 今天跑到海外的贪官 就可以作为借口 不回来了 而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这是司法上可以做到的 代替死刑 面对是海外 海外 跑到海外的这些官 前北京市委书记 刘奇家人 富有身价 网络曝光 涉嫌卷入中共高层 斗争而失宠的 前北京市委书记刘奇 携全家到西藏豪华视察旅游案 这哪是个事 结果现在成了事 继续发酵 官方网络出现新的揭发 刘奇家人涉嫌贪腐的消息 网民爆料说 刘奇的妻子传拥有七千万元的财产 目前新华网原有的刘奇简历被删除了 这个时间弄出刘奇 也就在这个时间 新华网把刘奇的这个简历拿下 那他就死了 胡舒立说 何为房市治本之举 十一黄金周 几乎演变成房地产的限购周 9月30号起 北京天津 成都 郑州 武汉 深圳 先后发布了防控政策 那房价暴涨 这一轮紧急控制 意味着2014年的松绑政策再次进入拐点 稍有心意的手法是天津等地出现的分区先购 而成都则盯紧人头 在一些地区 一个人只能新购一套房屋 而在胡舒立的 他自己拿出的文章的眼睛里认为 解决房价暴涨的扭曲状态 难也难 一野意 关键是下决心改革 只要从解决 高房价赖以生存的土地财政入手 改善宏观控制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有望走上健康之路 房价一旦停滞下来 就会把深悲负债的家庭 资产负债表的压力和支出 以及消费行为改变 对行业配置的影响逐渐会显现 好些人以前没有什么负债 但是一换房子就背上了几百万上千万 房价不涨的话 机会成本上升的难受也就自然而然了 其实既然来时是一荣俱荣 那么去时必然一损计损 明年在我的眼睛里会看到很多人在菜市场捡菜印 在餐馆收剩菜的人会增多的 绝不是耸年听闻 在2015年股市出现暴跌的时候 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很多人赔钱了 而如果在2016年 房市出现巨大动荡的时候 一一二线城市的具体人 几乎所有的家庭 都将遭到这一波的打击 同时间的另外一篇报道说 北京最严的一招房价暴跌 更大的风暴在逼近 他讲说楼市控制州刚过 政策影响已经立竿见影 统计显示楼房交易量急降 那黄金州20个城市的楼房控制 已经立竿见影 有分析认为这只是刚刚开始 多种力量不易的前提下 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 作为中国大陆 如果在房地产市场本身 这是他唯一的支撑企业 在他的带动之下 很多人的钱断在里头 是否会影响到包括加拿大 美国 澳大利亚 法国 诸多因为中国的钱过去 而轰起的房地产市场的暴跌呢 我昨天还看那预言 2016年秋冬季 世界经济将出现大动荡 随便你信不信啊 不知道 昨天的明天的事没人知道 但有生命会知道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